海溫局27日12時20分許接後報案 原市中正路一家販售軍警用品店的店家 發生老闆招人攻擊的案件 經警方跳躍間司機影像 於當日13時30分許 循現在服務槍一間燒燒內 將涉嫌犯案的無限男子查後到案 初步調查 湖南市因與店家有消費糾紛 於27日蒙燕軍裝 並將機車套牌變照後 前往店家對被害人噴灑辣椒水 及食欄頭攻擊報復 之後駕駛急車討議 遭攻擊的陽性店主頭部是獵傷 後遇後已返家休養 湖南的詳細犯案動機 仍需調查釐清 全案依殺人未遂及未遭特種文書等罪嫌 移送台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偵辦 暗報告 日本旅樓 二十六 narcissi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